第四百四十三集 居然有人在这地方降服了狂煞黑虎 而且还是三头 只可惜因为狂煞黑虎的速度太快 他们也只能看见狂煞黑虎身上是两女一男 至于身份就不知道了 十五分钟之后 夜晨停了下来 因为他面前是一座气势恢弘的城门 上面更是写着杀戮之地四个字 城门里面是各种高楼大厦 甚至有些直插云霄 整个城市一道上古阵法守护 但是苍穹之上的天空尽是血色 甚至在大白天还高挂一轮血月 不光如此 夜晨发现他体内的血龙气息越发浓郁 仿佛受到了什么指引 巴不得马上冲出体内吞噬那轮血月 温婷婷从狂煞黑虎身上下来 对夜晨恭敬道 夜先生 此地便是杀戮之地 坐骑一般无法进入 如果夜先生执意 后果会很麻烦 夜晨点点头一步跳了下来 当务之急还是快些找到师父 可惜清玄丰老祖只能确定师父在杀戮之地 却不知道师父的具体下落 不过清玄丰老祖已经派一位弟子在里面等候 但愿这位弟子有师父的下落 就在这时 妹妹温诗诗走了上来 她俏脸微红道 那个夜先生 您都说想见我父亲 要不我们一起进去 耽搁不了您太多时间 夜晨思考了几秒 还是答应下来 好 龙魂倒是其次 夜晨从二女口中得知 他们的父亲在此地已经很久了 说不定知道师父的下落 对了 诗诗 你别叫我夜先生 就叫我夜晨 亦或者夜大哥吧 夜晨又道 她对这个善良的女孩倒是有些好感 当然 这好感仅仅是因为对方的性格 温诗诗欢呼雀跃 看起来似乎很激动 好 夜心 啊 夜大哥 一旁的温婷婷看着妹妹如此样子 长叹一口气 甚至情窦初开的妹妹 那小心脏已经被这个男人占据了 不过这也很正常 昆仑须本就强者为尊 而夜晨不光实力强大 更是他们两人的救命恩人 单单这两点 哪个女孩能内心不动摇呢 哪怕是她 如果真要说起来 心中还是有些悸动 夜晨看了一眼狂杀黑虎便道 你们进去吧 等需要你们的时候 我便会和石海的那道印记沟通 三头狂杀黑虎深深地看了一眼夜晨 转身便向着林子深处而去 走吧 夜晨双手附在身后走去 城门虽然有检查 但是也没有太过苛刻 毕竟这杀戮之地 任何人都有资格进入 但是不代表每一个人都能活下来 当踏入里面 夜晨便是感觉到 无数道目光向着他们射来 不善 冰冷 其中不乏一些圣王境强者 夜先生 我们的父亲就是在一家 叫万水阁的地方 再往北面走一千米便到了 万水阁是我父亲开的 温诗诗解释道 夜晨点点头 双手附在身后 向着北面而去 至于那些带着杀鸡的目光 被他彻底忽视 这些人只不过是跳梁小丑而已 如果真打算动自己 他不介意让整个杀戮之地 鲜血染红天 或许是因为夜晨身上 爆发出极强的杀意和自信 那些目光最后消散开来 万水阁 当三人赶到之时 却是发现大门紧闭 温婷婷秀眉一蹴 脸盲敲了敲门 爸 但是大门却又久久不开 就在他准备放弃之时 大门突然打开 随后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赶快进来 温婷婷和温诗诗不再犹豫 连忙身子一侧 进入里面 而夜晨却是目光向着 另一座建筑的顶楼扫了一眼 随后迈入其中 而此刻 顶楼之上 两个身穿长袍的青年 居高临下地看着下面 因为有玻璃阻挡 外界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两个青年 哎 其中一个青年突然开口道 眼眸之中尽是疑惑 他看向身边的另一个男人 为什么我感觉 最后进入的那个小子 发现了我们呢 外围可是还有一道阵法 别说超反镜了 哪怕反虚镜的强者 也难以发现我们 老潘 你感觉到了没有 另一个青年将手上 类似望远镜的东西 放下 眉头紧锁 没有说话 说话的青年又道 老潘 你发什么呆啊 你有没有感觉到 这万水阁的温立峰手上 可是藏着那件宝贝啊 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小子 那宝贝若是移花接木了 怎么办 那个被称呼成老潘的青年 突然想到了什么 猛地取出了一幅画像 画像之中 是一个青年的面容 正是叶尘 老潘见自己心中的猜想确定 冷冷一笑 没想到今天居然有意外收获 真是天助我也 那个青年一震 脸上越发狐疑 老潘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莫不是你看上那两个女孩了 双胞胎确实还算不错 只不过那宝贝的价值远远比女人更重要吧 还有 你若得到温立峰手中的那样东西 献给道宗宗主 说不定你的身份就水涨船高 老潘嘴角的笑容森寒 随后将画像丢给青年 江罗 那宝贝我虽然在乎 但是我发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 最后进入的那个小子 名为叶辰 来自华夏 是那伊神门 段淮安的徒弟 本来宗主给我们的命令 是在杀戮之地拿下段淮安 却没想到 这段淮安的华夏废物徒弟也来了 正好 两个全部拿下 明年 我定然成本道宗的一位长老 真是天助我也 江罗看了一眼画像 眼眸也是一喜 老潘 什么时候动手啊 老潘居高临下地看着万水哥 眼眸仿佛执掌一切 不急 天罗帝王已布下 谁能逃过我道宗的追杀 而此刻 万水哥 一个中年男子按下了一颗按钮 昏暗的大厅彻底明亮了起来 中年男子穿着一身作战服 作战服上依然有着龙魂的标志 只不过衣服有些老旧 乃至龙魂的标志也不同于现在 爸 温诗诗和温婷婷 当看到中年男子 声音激动到了极致 中年男人显然就是温丽丰 温丽丰看到两个女儿安然无恙 长须一口气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为父本想去接你们 但是现在有些特殊情况 让你们受苦了 哦对了 你们两人怎么穿过那凶兽之地来到这里的 温诗诗和温婷婷 目光落在了一直没有说话的野尘的身上 温丽丰这才注意这个陌生的男人 超烦净 在杀戮之地算不上什么 只能算最底层 哪怕自己的两个女儿 修为也比他高出不少 关键 自己的女儿带这小子来这里是做什么呢 温诗诗连忙解释道 爸 多亏叶大哥 如果不是叶大哥 我和姐姐早就死在那里了 还有爸 你那个朋友安排的小姐 就是个人渣 畜生 固然如此 温丽丰对叶辰也有些敌意 他在杀戮之地待得太久了 人情冷暖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谁也不会平白无故的救人 何况这小子的修为和实力不符 显然隐藏了几分 这种人绝对有问题 温丽丰取出一些上品零食递给叶辰 小兄弟 多谢你救下我的两个女儿 如果今后有用得上的地方 还请小兄弟来这里找我 刀山火海在所不死 很显然 他想要用零食还叶辰的情 更是让叶辰离开 再怎么说 现在是非常时期 任何人不得在这里多待 谁也不知道这个陌生男人 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温丽丝显然察觉到了父亲的误会 连忙解释道 爸 你弄错了 叶大哥是好人 还有 叶大哥也来自华夏 他知道华夏龙魂 听到这句话 温丽丰毛子一缩 他对龙魂可是有着无上的归属感 如果不是当初因为那个意外 他也不会进入这里 他无数次想要去华夏 却发现现在的他 无法离开杀戮之地 他身上有着更重要的使命 温丽丰看向叶辰 认真道 不知道你是 他话还没有说完 叶辰便是将一本证书丢了出来 一句淡然的话语响彻大听 叶辰 龙魂总教官 龙魂总教官 这五个字让温丽丰表情一致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 这五个字的含义 虽然他是老一批的龙魂战士 哪怕在这里实力远远超过了 华夏当初的那几位强者 但是他一直把自己当成龙魂的一员 从未变过 而眼前 这个青年居然是 现在的龙魂总教官 淡淡这几个字让他血液沸腾 他的身躯微微颤抖 下一秒身体笔直 标准地敬了一个礼 华夏龙魂温丽丰 见过总教官 声音震动 无尽气浪释放 如此一幕 倒是把温婷婷和温诗诗吓住了 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父亲 温婷婷的心高气傲 就是遗传自己的父亲 而此刻 父亲居然对叶先生如此态度 总教官 这叶先生到底什么来路 叶臣点点头 如此看来 事情变得简单了许多 固然温立峰实力在圣芒境之上 在他眼里也算不了什么 教官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华夏龙魂的兄弟们如何了 还有 你可知道一个叫雷树伟的人 他还活着吗 他还活着